今集安董尼伸手上路 繼續跟大家說說游漆的事 有時我們需要保護漆漠的 但保護的方法大家未必知道 甚麼時候要保護漆漠呢? 例如你在家裡有一幅牆 體驗了 例如在電視機後面那幅牆 或者小朋友房 想換個顏色 想換個藍色給小朋友感 你都需要在不是翻身游漆那邊牆 貼些保護膠紙 去保護你的牆身 在你游牆的時候 就不會碰到旁邊了 常見的保護膠紙有皺紋 皺紋不用多說 大家都會在游室之前貼在鬚面 其他製面那裏 油就不會滴下去了 但我想介紹的是這些分色膠紙 或者叫和紙 相比皺紋來講 在你施工完成 油完後再撕起和紙的時候 新、舊、漆膜都不會容易撕起 但相對來說 皺紋膠紙就有試過撕起的情況 保護膠紙就是這麼簡單 我們就算用和紙 我們施工完成 油好油之後 都不要讓它完全乾透才撕 下集見 拜拜